我們查詢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什麼 在工作表上面做查詢的界面 比如說我這邊在第二種查詢界面 在前面增加一個頁面叫查詢 那我比如說我可以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 成語 有沒有輸入之後按確定 解釋也可以查詢 例句也可以查詢 比如說我想查我不是查 單單只有那個 成語我要查例句裡面有 老虎的虎好了 比如說例句裡面不是那個成語裡面 跟人家是解釋裡面有虎 在這個關鍵字 我按一下確定之後的話 各位有沒有發現 那這個查詢我不是又切回來 我是直接讓他停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因為我要直接讓他看 他如果要再查的話 他可以再切回來查 那不是感覺很流暢對不對 其他也是一樣 這邊比如說 查一個蛇好了 類似像這樣 按一個確定 查完了 自動跟你講 蛇的有幾個 這是第二種查詢界面 那這個查詢界面的話 主要就是我其實做法非常簡單 上面做合併儲存格 對不對 然後呢把上面就是要請輸入關鍵 下面這邊也是做什麼 只是輸入成語解釋例句 再做個底色 那這些做什麼 做那個框 有沒有 就是其他框線 把它框起來而已 就是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旁邊再擺三個按鈕上去 就可以查 只是說呢 我們查的條件 我這邊有提到說 實際上呢 這三個有沒有 這三個按鈕如果說你還在做三次乘式 其實 會很浪費時間 那他們之間有什麼差別呢 他們之間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他們的欄有沒有 這個是查第一欄 這個是查第二欄 這個是查第三欄 所以你可以在哪裡呢 那個我剛剛有提過有沒有 我們不是用篩選的時候 會有個Field Field的後面不是有個數字 那個數字就是關係到你查詢的欄位 是第幾欄 那第二個參數是什麼 傳一個關鍵字過去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都指向查詢2 我用 Shift加F2 如果你把這個方法你不知道放哪裡 Shift加F2 他就切到Shift加F2 實際上我就是在這邊寫個什麼 查詢2 但是後面呢 就這樣說